做剧影片来看到这三个人居然合力在沙滩以后面呢 这个家装了超强橡皮筋 把熟睡的朋友当成人肉飞蛋弹飞到隔壁去 只是大家怀疑看到影片之后发现 这人真的可以被当成人肉炮弹被橡皮筋弹飞吗 露出调皮的表情 两手拉着强力橡皮筋平民往后拉 还刻意放低音量 怕潮心躺在椅子上睡得香甜的老兄 两人合力拖着椅子 把他变成倾斜的180度角 而我的老天爷啊 男子穿了人肉飞蛋弹飞空中 还砸到隔壁的车子紧爆气大作 不过这个影片也让网友质疑是造假的 椅子掉入水池当中 而男生居然是飞到隔壁 难不成是塑胶椅子 比男生还要中 不可能是骗人的 早就被调包成假人了 发射人肉飞蛋之前 镜头刻意避开晃动 这时候已经悄悄动了手脚 换成假人 这么惊险的危险动作 纯粹开玩笑 可千万别模仿 追逐人张小芳台北财报报道